傷腎自購藥第五名 提神能量飲 你累了嗎? 在全民街內的現代生活 一天24小時真的不夠用 熬夜追劇 熬夜讀書 熬夜工作 當咖啡已經完全沒效時 提神飲料就會闖進你的世界 2021年4月16日BBC新聞報導 一個英國21歲的男子 連續兩年 每日喝4罐500毫升的能量飲品 出現了呼吸困難 體重急劇下降的症狀 經過了住院檢查 發現他的心臟有嚴重的 雙心室收縮功能衰竭 兩側心室有血酸 以及先前從沒有診斷出來 由慢性阻塞性尿路疾病 造成的嚴重腎衰竭 男子因此住院了58天 9個月後 心臟與腎臟功能才慢慢恢復 究竟原因為何 大部分的專家認為 很可能跟連續兩年 長時間攝取過量的咖啡因所致 咖啡因會促進大量分泌 血清素跟正腎上腺素 導致心跳加快 脈搏次數提高 在美國 每年有超過兩萬人 因為喝太多能量飲料 心臟病發去急診報道 多項研究都指出 能量飲料會提高血壓 心跳 甚至引發心肌病變 讓心臟無法正常跳動 輸送血液 會產生循環障礙 心臟衰竭跟腎臟衰竭 緊隔一道牆 無法正常輸送血液 導致腎臟衰竭 傷腎自購藥第四名 強力泄藥 根據台灣營養基金會的調查 全台灣超過525萬人 有便秘的困擾 國人一年甚至要吃掉 4.6億顆相關的藥物 便秘的問題 往往跟我們喝水 飲食 排便 壓力 還有運動的習慣息息相關 但是要改變習慣非常困難 於是就開始長情靠 軟便藥 泄藥 當處方藥已經吃不動 還是便秘的時候 各式各樣來路不明的強力泄藥就出現了 而且更慘的是 長期使用泄藥 世上會產生依賴性 對腎臟造成嚴重的損傷 強力泄藥超傷腎的原因 1.泄藥導致嚴重脫水急性腎損傷 強力泄藥含有一些磷酸鹽 硫酸鎂 硫酸鈉酸鈉等滲透性的一些泄藥 在腸道內 能阻止鹽分和水分的吸收 於是把大量的水分都留在我們的腸道 因此能夠刺激腸臂 刺激腸乳動 改善便秘的症狀 但很多新腎功能不全 本身身體就水分不足 大量水分跑到腸道 就造成血管內水分嚴重不足 腎絲球嚴重缺水 就類似急性脫水症狀 導致急性的腎功能損傷 2.強力泄藥導致電解質酸鹼失痕 產生急性腎損傷 強力泄藥讓腸道流失大量的 鹼性腸液 跟鈉甲鈣等電解質 而導致代謝性酸重塗 還有電解質失痕 而導致了急慢性的腎損傷 3.強力泄藥 往往含有傷肝腎的成分 比如常被拿來當泄藥使用的番泄液 若是持續3-5個月高劑量服用 可能就會造成腸子變黑 生肢肝衰竭 研究發現 番泄液造成的肝傷害 主要與植物萃取中的 沖昆衍生物有關 傷腎自購藥第三名 含利尿劑的減重藥物 許多女生都有生理性的水腫 導致肥胖體質 只要吃個利尿劑 排出1000cc的水分 占上你的體重劑 馬上降了1公斤 我認識的一個護理師 他對利尿劑超級有反應 他吃一顆利尿劑 當天就排了超過3000cc的水分 也減重了3公斤 由於利尿劑減重了速效 於是很多坊間的減肥藥 幾乎都會加入大量的利尿劑 長期吃來路不明的利尿劑 往往會造成嚴重的脫水 電解質失痕 酸減失痕 有些還會造成尿酸上升 急性痛風發作 甚至產生急性兼職性腎炎 導致急性腎損傷而要洗腎 若你吃任何來路不明的減肥藥 小便非常多 這通常代表含有利尿劑的成分 請到醫院追蹤腎功能 傷腎自購藥第二名 成癮性的綜合感冒糖漿 台北慈濟醫院的案例 一個48歲的男性工人 20年來為了提神 每天都會喝一瓶感冒糖漿 而且一次就買一箱 最近因為痛風自行去買止痛藥 才吃了幾顆就發現全身水腫尿不出來 到醫院去掛急診 長期使用感冒糖漿 加上服用了少許的止痛藥 造成急性腎損傷 需要洗腎 在台灣很多的綜合感冒糖漿 含有很多傷腎與成癮的成分 感冒糖漿長期服用 非常可能造成腎臟損傷 感冒糖漿可能含有多種的成分 非類固醇康發炎藥物可止痛消炎 長期服用非常傷腎 而往往也含有一些成癮的成分 像是甲基麻黃素 可以緩解我們鼻塞 可帶陰可以止咳 咖啡因會提神或緩解頭痛 但是以上這幾種成分 都可能讓人會上癮 即使沒有感冒也會想要持續服用 當感冒糖漿成癮 就類似我們止痛藥成癮 長期又超量的服用止痛藥 很可能就會引起腎功能的下降 甚至腎臟萎縮 傷腎自購藥物第一名 黑藥丸 黑藥丸是我臨床上碰到最多自購藥物 傷腎的案例 就是不明來源的草藥黑藥丸 來源可能是不知名的私人草藥師 地下電台購藥 靜香團購藥等 我先舉一個案例 一個75歲 退化性關節炎的奶奶 沒有糖尿病 沒有高血壓 因為上了年紀 四肢關節疼痛 會去骨科或加一科去拿止痛藥 但是不久之後 他就發現吃骨科的止痛藥沒有效 他自己就跑去診所打止痛針 打完針感覺馬上不痛 但是只要半天過去又開始痛起來 吃了醫學中心的止痛消炎藥也壓不住 於是隔壁的鄰居推薦他去吃中草藥師調製的黑藥丸 說中草藥不傷腎又有效 奶奶吃了一顆超有效 黑藥丸比醫學中心的止痛要強多了 不只止痛 連食慾體力都增加 奶奶就這樣每天吃黑藥丸吃了半年 後來有一天奶奶突然大便解出黑色薄油一般的黑色大便 頭暈臉色蒼白快要暈過去 就被送到了急診室 做了胃鏡發現是胃出血導致低血龍休克 輸完血收到腸胃科 這次租院發現奶奶的腎功能已經衰退到慢性腎衰竭第五期 後來醫院發現應該跟他所謂號稱天然草藥的黑藥丸 是草藥丸裡面摻了高劑量的止痛藥跟大劑量的類固醇 吃了這麼大劑量的止痛藥加類固醇 當然止痛消炎超有效 但也導致了胃出血跟急性腎損傷 很不幸這位奶奶後來半年內就洗腎了 如果你們家的長輩有慢性的疼痛 你發現她有在吃這種黑藥丸 務必馬上停止服用 並到腎臟科做腎功能檢查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 傷腎自購藥五大地雷 切莫物財地雷 花錢又傷腎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吃大餐 So easy 往往出品的這一款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curved尾團 這就是親身的主題 在第三種之後 我記得按照片 那就是親身的主題 請雞蛋 請按照片 請按照片 到第二種 向水 陳